内地小田后招亮影加盟环球唱片 今日在香港军乐酒店举办记者会 为了隆重歧视 故事特别派出新师兄陈一迅和著名词人灵溪到场为亮影站台 并且松上写有超级亮身的拍片 亮影也以反平日的朴素打扮 以一身珠光宝气惊艳亮相 恭喜亮影 好 咱们来欢迎陈一迅先生 好 咱们还有一份很特别的礼物要送你亮影来欢迎他 就是 转点我 好 下来我们看一个小片 好 先看左 左边 可以买 可以买就要拿 要站起一点 对对对 站起一点 对对 不要害怕啦 一直在打这 哦 先向左边 这次转转香港对于亮影来说 一切都要从新人做起 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而伊森的出现则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亮影坦言 自己这次特地提早前来 就是为了能够到伊森的府上亲自向他邀歌 没想到对方却不请自来 打出亮影的意外 这次来香港之所以会提前几天也是希望能够碰上他在香港 能够有时间亲自到府上或者约什么地方 能够亲自拜访他 因为之前我也一直都有希望能跟他合作 希望能邀请他帮我写词 但是我就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时间到香港来亲自跟他讲 早前有报道称张亮影早已秘密完婚 对此张亮影坦言 自己拥有身为公众人物要被娱乐的自觉 但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自己的音乐 此外他也表示 未来如果结婚 一定会第一时间把喜讯通知给大家 不会故意隐瞒 我是很直接的人 我如果结婚 我会第一时间亲口地告诉大家 我不会希望这么重要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讲 结婚是一辈子特别神圣的一刻 所以我不希望隔空传话通过谁通过谁去告诉大家 我要结婚我一定会亲自地跟大家讲